小慧打电话说 你们一直在一起 这怎么回事啊 花 告诉我 这不是真的 既然你什么都知道 我也就不满你了 我爱相会 我爱他 我爱得比你早 比你深 比你彻底 你们什么时候在一起呢 什么时候 舒尔 在我知道 自己怀孕之前 甚至 在我失去酒店的工作之前 甚至更早 在我傻傻地认为 你跟向辉 是我这个世界上 最爱的人的时候 好 是的 我们很早就在一起了 你真是我的好闺蜜 这一发掌我等很久了 这一发掌我等很久了 现在我也坦然了 妖妖 我告诉你 对于相会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 童话 你是我最好的闺蜜 你是我最好的闺蜜 你怎么忍心 你明显我换了相会的孩子 你怎么能让我告诉她啊 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啊 你知道我和相会是怎么在一起吗 那得多感谢你哥毛西里 是他收了我的钱制造了这一切 我哥 我 不可能 不可能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你 你撒谎 都这样了我还有必要骗你吗 你可以亲口去问问她 她是怎么配合我去拆载你和相会的 许相会真的不熟于你 即使你们先在一起了又怎么样 你们迟早会分开的 因为老天爷知道最爱相会的人是我 童话 童话 对对对 是童话 老爷爷知道 最爱相会的人是你的童话 我最好的朋友 童话 童话 你听好了 从前排排去 我们俩的关系 一刀两断 我最爱的 快 来 我最爱的 他最爱的 我最爱的 你怎么在这儿 看一看吧 这都是你干的好事 丫丫跟刘可离婚了 这不是明晚着的事吗 都愿你当初为什么非不让相辉和丫丫在一起啊 要不然丫丫能像今天这样为难吗 那我也是希望她嫁个有钱人 我有什么错啊 丫丫嫁不嫁有钱人跟你有什么关系 丫丫嫁不嫁谁跟你又有什么关系 你管那么多事干吗 你就管好你自己 早点给我生一个孙子 丫丫你怎么了 毛希林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童号跟夏辉在一起了 童号跟夏辉在一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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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你知道的 是不是你知道的 应该是我情歌呀 鸦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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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细脸 刚才鸦鸦说的是真的吗 童话和向辉在一起 是你一手制造的 你混蛋 我对小鸦鸦 我走里是一直走 我走了 我走他的必须 我走 под framed饭了 我走不了最后 我走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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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不了了 你走不了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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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出去找找吧 你们都别动 我去 您在家等着吧 那你好好找 有什么消息给妈来个电话 知道了 妈 妈 你给刘伙打个电话 万一她能找到鸦鸦呢 对呀 我怎么把刘伙给忘了 赶紧给刘伙打个电话 好 我现在马上出门找她 等等 儿子 你是不是又要去找毛鸦鸦 你 你忘记你答应我的事情了吗 妈 我答应过你的贵物 答应过你 天 telef 看看 你�放了 请你说 我main你给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计划 来吧 我还没给你 我还没给你 那一条 file 你就可以了 我还没给你 你报导 你 我还没给你 我还没给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雅雅 你怎么在这儿呢 毛细琳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当然知道你在这儿了 又不是第一次 你一不开心就会来这儿啊 走吧 跟我回家吧 我不回去 你好 我没见 你这孩子怎么说傻话呀 你怎么没家呀 我没脸回去 自己的家怎么会没脸回去呢 我答应过爸爸 我会进屋的 我没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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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细琳 你告诉我 我是不是不应该剩下笑笑啊 我现在心里好痛啊 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大坏蛋 我是个骗子 我对不起刘虎 我对不起刘虎 我对不起他妈 你知道吗 他妈对笑笑特别好 对我也特别好 还有香辉 对不起 那个大坏蛋 他居然告诉我 他跟童话在一起 所以离开我 童话跟香辉 我最好的两个朋友 居然背着我在一起了 还有你 还有你 毛细琳 我的亲哥哥 居然为了钱 帮着我的闺蜜一起算计我 把我跟我六年的男朋友搅黄了 这真是比电视剧还精彩啊 好 毛雅雅 你是个大笨蛋 你活该为所有人为了 你活该呀 雅雅你别这样 你打我 你打我 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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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你告诉我为什么呀 我都做什么了 老天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呀 老天 雅雅 雅雅 哥错了 我原来就是想香辉配不上你 我希望你离开她 找一个更好的 还有童话他们家那么有钱 我就是想骗点钱用雅雅 我现在知道错了 只要你能原谅哥 哥发誓 我以后我改 我洗心革面 我再也不做这些 个龌龊的勾当了 行吗雅雅 雅雅 雅雅 哥跟你一块儿喝 来 喝呀 喂 小青 喂 雨漆姐 虽然火哥今天答应学医要离婚了 可是这大半夜的 一个电话 他就又去找毛艾牙了 毛艾牙今天受了刺激 肯定会闹出点事来的 不过你放心 我了解刘火 他既然答应的事情 就一定会做到 等着办 等着他们俩离婚 今天咱们可以睡个好觉了 晚安 妈 妈 你找到鸭鸭了吗 没有啊 我也不知道这孩子跑到哪儿去了 鸭鸭 天哪儿 这怎么了这是 这怎么了 又多了 天哪 这这 天哪我这小祖宗 上哪儿喝了 喝成这样了 来来来来 来 把它桌上了 天哪 好好的 你喝什么酒 等会儿来 我们谈哪 你们的离婚协议我看见了 那是我妈自己写的 不是我们的意思 看见鸭鸭这么痛苦 说实话我这当妈的 真的很心疼 心如刀绞 如果你妈不愿意你们在一起 就离了吧 我们不会离婚的 我们一定能够挺过去这一关 过不去 这是一个永远的心结 就算你能坚持你不介意 你能保证你妈也不介意嘛 我也是母亲我理解她 将心比心 天底下任何一个婆婆 遇到这种事都是不能接受的 妈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鸭鸭可是你亲闺女 那像谁说话呢 怎么哪儿都有你说话的份啊 我就是想替鸭鸭说句公道话 你还敢说公道话 要是没有你们两口子 干那么多缺德的事 鸭鸭至于成今天这个样子吗 还在说什么 赶紧给我滚回去 妈 我先照顾一下鸭鸭吧 好 你去吧 我 你去吧 小喜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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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担心你啊 你怎么喝那么多酒啊 你怎么在这儿啊 他们昨天说找不到你 我很担心 过来等你 妈让我留下来的 你怎么喝那么多酒啊 我知道所有事情的真相了 你知道吗 当初跟向辉在一起的 不是别人 是童话 我最好的朋友 还有更可笑的呢 设设计划 设计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别人 是我哥哥 我最亲的哥哥 你怎么会这样 你一定很难过 但算了 叶雅 别想了 这些事都过去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两个 跟我回家好不好 我们两个一起面对我妈 一起面对这些问题 一定能解决的 六华 我们离婚吧 在经历童话跟向辉 当初是如何瞒着我在一起的时候 在经历最近的事情以后 我发现 我快承受不起了 我 我不知道未来该如何面对你妈 你妈她不会原谅我的 就算她能够原谅我 可是外界 也不会原谅我们 不会接受我们的 六华 我们离婚了 我 我真的快承受不起了 你 我真的能打算 不算你 你 我 我是 我 我 我 这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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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们离婚症 请收好 有婚 这是你家的钥匙 我还你 还有你的衣服 我已经洗好 叠好 放在柜子里了 以后要好好照顾自己 知道吗 你也是 你还在家吗 在呢 你先等会上去 找你谈点事 什么事情 其实我做过一件很对不起你的事 我 任心希望你能原谅我 你能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 你跟童话的一夜情 是我一手制造的 你在说什么 鸭鸭没跟你说吗 大哥 你是鸭鸭的亲大哥 童话是鸭鸭最好的朋友 你们两个人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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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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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冷静点 你现在打也打得 骂也骂得 你怎么惩罚我都行 你听我说 我们家条件实在是太差了 鸭鸭是我唯一的妹妹 我是真心不想希望她下辈子再受苦了 可是你呢 你说你那个时候条件一穷二白的 你别说帮衬我们家了 你自己都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所以 理解哥 晓慧 你果然来这儿了 童话 我问你 这一切你是不是跟毛细林已经策划好了 是你逼着我离开鸭鸭的对不对 是我说的 毛细林 你这个白眼狼 你在我这儿敲了那么多钱 你现在居然恨我 你这个白眼狼 我是白眼狼 你是什么 你是我妹妹最好的闺蜜 你也背叛她 你混蛋了 我打死你 干什么你 够了 你俩闹够了吗 脸够了吗 小灰 我 我不做这一切 都是因为我爱你啊 王华 你以后在我面前不要再提这个字了 我一直以为 你就是一个被宠坏的小女生 心地还是很善良的 原来你是这么一个有心机的人 我给毛牙这一生的幸福 就被你们两个人给毁了 小灰 小灰 绝对做不了三点 黄儿回来了 黄哥 黄儿回来了 黄哥 我便保佑 保佑我的儿子 重获自有了 这下可好了 薛姨 我说什么来着 关键的时候 火哥还是很理智的嘛 小青 你走吧 走 我去哪儿啊 你爱去哪儿去哪儿 离开我们家 工钱我会借给你的 霍哥 你怎么了 我怎么了 我怎么了 你自己做过什么 你自己不清楚吗 薛姨 火哥要赶我走 你得帮帮我呀 小青 你到底做了什么呀 你到底做了什么 让火哥这么生气 火儿 小青在我们家 已经这么久了 像我们扮个家人一样的 你到底是怎么了 我怎么了 家人 她把我当家人吗 你跟何雨琪都做了什么 难道还要我说吗 薛姨 明天替我做主 我为你 为这个家 为火哥 我都是真心实义付出的 是 我是跟何雨琪有联系 可我是为了揭穿 毛压压的真面目 薛姨 我也是为了这个家 为了你和火哥呀 薛姨 我错了 你别跟我走 我错了 薛姨 薛姨 好了 不要再说话了 皇儿 我知道 在这件事情上面 她的做法一定是不对的 你放心 我来处理她 好吗 好 那这个家你们自己待着吧 快走 我哥 给你 我严重的警告你啊 以后不准再跟何雨琪见面 你听见了没有 我听见了 我再也不敢了 轩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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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哭呢 哭了这么长时间 不会哭瞎了吧 妹妹啊 真有点梦江女的前置 你说这样跟长城任哭 非把长城哭倒了不可 你说前两天啊 就孩子一个人哭 现在可好啊 这母子俩一块哭啊 你说这鸭鸭是不是真爱上流火了 都哭成这样了还有假呀 哪天你要去了 我都不再哭成这样呢 这怎么说话呢 你说鸭鸭的事你扯我干什么呀 看我得好行不行 你说这鸭鸭和流火还能和好吗 真不知道 悬吧 这流火他妈也太狠了 以死相逼啊 你说咱俩还能帮鸭鸭做点什么呢 人生第一次没主意了 要不咱还让想会跟鸭鸭和好 像像像什么像了 我警告你按摩系列 这好马还不吃回头草呢 他现在今非昔毙了 要还凭什么理他呀 这要是我 一想到自己的闺蜜也会有 我叫你俩在这儿嚼舌根 哪有哥哥嫂子天天没事干 在这儿说妹妹的 她说的哥哥 什么她说的 她 某一声 两个王八蛋 死流火 臭流火 还要找不到工作 实在不行的话 我就去厚海之遇画摊以画画为生 流浪在街头的漫画家 也不错 叫你还没丢工作 这个是我 毛鸭鸭 这个呢还是笑笑 成为你想要的 死流火 臭流火 你干嘛呀 今晚也不唱吗 我还偷看我秘密啊 这是我的房间 你还想有什么秘密啊 我看一下 你的房间 那也是我的房间 好不好啊 以后进来叫门啊 叫不懂女貌你知道吧 你的就是我的 我要看你看 给我了 最能看 你给我了 哪能看了 天哪 这很帅的好不好 比你自己本人帅 你忍我 累活 来这活 等一下等一下 我好好看一看吧 干吗突然想画我 因为你长得比较难看呀 是吗 我长得难看所以想画我 我长得好看 你长得好看 你看 画起来可不是那样耶 也会灭玩 着风